中国话欣赏与实践 我们如何来欣赏中国话呢 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话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体验 所以我想从以下六个方面给大家讲解和示范 那么第一什么是中国话 二中国话有哪些分类 三中国话的工具材料是什么 四中国话的用笔和用墨 五中国话的提款 六中国花鸟话的示范 那么第一点呢 什么是中国话呢 中国话是中国的传统绘画艺术形式 是用毛笔沾水墨彩 画在绢或者宣纸上 中国话重神韵 西方绘画重形式 中国话的构图 一般不遵循西方绘画的黄金绿 而是用长卷或立轴等多种艺术形式表现 中国话不受固定的视野的局限 可以根据绘画者的感受和需要 把看到的和所想表现的景物画到画面中 这种透视方法叫做散点透视或多点透视 这是中国古代画家们根据内容和艺术表现的需要 而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透视方法 第二点呢 中国话的分类 那么中国话的分类呢 可以根据绘画的表现技法划分 可以分为工笔和写意两种主要表现形式 那么第一种工笔画 工笔画呢 就是运用工整细致缜密的技法来描绘对象 工笔画需画在经过焦繁加工过的 绢或者熟宣纸上 那么第二个是写意画 写意画呢 就是用简练的笔法描绘景物 这种画多画在生宣纸上 那么写意画主要主张神似 注重用墨 视容诗书画艺为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 那么中国话呢 还可以按体材进行分类 那么从体材进行分类呢 又可以分为人物 山水 花鸟 这三大画科 这三种分类呢 主要是根据所描绘的对象 和景物不同来划分的 那么叙兽 鞍马 昆虫 蔬果等表现体材呢 在中国画的这个范畴中呢 它属于花鸟画范畴 三 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 那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毛笔 那么毛笔呢 是中国绘画的主要工具 那么毛笔呢 分为三大类 硬毫 软毫和尖毫 那么什么是硬毫呢 硬毫呢 主要是用狼毫制作 如我们绘画用的 英文笔啊 液晶笔等种类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像我们 像我手上拿的这一支毛笔 它就属于是硬毫 就是狼毫制作的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软毫 主要是用羊毫制作的 那么羊毫呢 就是这样的一支毛笔 上面这个风呢 主要是用羊毛 制作的 因为这个毛笔呢 它叫含水啊 性比较强 适合渲染啊 什么的 第三个呢 就是尖毫 那么尖毫主要是羊毫和狼毫 这个相配的 那么它还有其他的这种配的方式 如白云笔等 那么我手上拿的呢 就是一个 尖毫 外面这一圈 它就是羊毛 里面的这个 有颜色的这个 就是狼毫 那么这个呢 它就是属于 介于刚才这两个毛笔 中间的这样一个性能的毛笔 那么这些毛笔呢 是我们中国绘画的那个主要的工具 那么我们每次啊 在做完绘画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毛笔啊 要用清水啊 把这个毛笔要洗干净 防止残留一些这个 这个束墨或者是余色 这样会破坏我们毛笔的这个性能 好 第二个呢 绘画工具呢 就是纸 中国古代绘画呢 多用这个绢进行作画 那么我们现在的画家呢 多用这个宣纸作画 也有一些画家呢 在进行工笔画的时候呢 也用绢 那么我们的这个宣纸呢 分为生圈 熟圈和半生熟 宣纸三大类 那么我们在绘画练习的时候呢 我们要辨别宣纸的种类 那么我们的这个宣纸啊 是一般是用肉眼 是无法进行分别 只有经过这个长时间的练习啊 和使用 才会有一些这个对它的一些认识 那么像我们 像我手上拿的这张纸呢 它就属于肾化性比较强的 生圈 这个它就是有肾化功能的 那么我们的这张纸呢 那就是熟圈 这就是用胶帆加工过的 那么水墨呢 画到上面呢 它不易渗透 可以在上面呢 进行工整细音的描绘 而且可以在上面 进行反复的上色 因此呢 这张纸呢 它是比较适合工笔画 那么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这个绘画呢 写一画呢 也可以画在这个熟圈上 但是我们绝大多数 都是用它进行 这个工具化的这种训练 三 墨 它分为墨块和墨汁两种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墨汁 那么这种墨汁呢 它有很多种的类型 用起来是比较方便的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墨块 就是这样的一个墨钉 分成两种 中国画的这个墨啊 因制作原料不同 分为油烟墨 松烟墨两种 古代中国画创作呢 采用的是在宴台上进行磨墨 现在呢 我们进行中国画练习 为了图这个方便啊 一般都采用的是比较好的 这样子的专业的书画墨汁 四 燕 燕是用来磨磨的专用工具 那么燕时的种类很多 其形状呢 有方的 圆的 长的 等多种 那么中国有名的燕呢 如端燕 摄燕等 现在呢 我们在中国画的练习 创作中啊 一般都采用较好的 书画墨汁 所以呢 燕呢 就相对用的少了些 现在呢 大多数名燕啊 都成了艺术的这个收藏品 那么我们在这个 过去的 那这有一枚 燕台呢 就是 我们会通过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墨块 进行这样子 研磨 研磨了后的墨汁呢 它会在水 倒上清水 研磨以后 它会顺到这个边上 流到这个边上 那么我们绘画创作的时候 就用这个燕了 进行 沾墨啊 进行书写绘画 那么现在呢 因为刚才给同学们介绍了 我们都采用的是 这个书画墨汁 所以说我们这个 就用的比较少 颜色 中国化颜色呢 分为石色和植物色 两大类 那么石色厚重 有覆盖性 那么植物色呢 也叫水色 透明色薄 这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 这个中国化颜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类型 四 用笔和用墨 那么在用笔之前呢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植笔和运笔的问题 植笔的方法呢 就是纸实 掌须 纸实呢 就是要把毛笔拿稳 掌须呢 就是要给毛笔留下 足够的活动空间 下面呢 我给 我给大家 演示一下 那么纸笔 纸笔处于毛笔的距离 不是固定的 那么是根据具体的情况 可以进行调整 运笔呢 就是毛笔在手中的操作和运用的问题 由于呢 画面的大小啊 我们运笔的范围也有所不同 小范围 我们就用纸和腕 比方这样的纸和腕 那么再大一点呢 我们就是用手臂 手臂带动了这个 再上就是用我们的上半身和全身 总之呢 我们的这个纸笔呢 是要用纸腕和壁配合处理好 用笔呢 是指如何运用笔锋 表现出各种笔墨效果的问题 那么用笔的方法呢 很多 那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方法 第一种呢 是中锋用笔 那么中锋用笔呢 就是垂直 行笔时呢 笔间处于墨线的这个中心 用中锋划出的线条呢 球劲爽逆 它多用于勾勒物体的轮廓 第二个侧缝用笔呢 它是手掌向左倾倒 那么封肩呢 倾向左边 由于使用了这个笔毫的侧部 所以说呢 它这个笔的这个线条呢 粗壮和毛了 第三个呢 这个藏锋用笔 那么它的笔锋呢 要藏而不漏 横行 无往无复 竖行呢 无垂不缩 那么在古代呢 称之为一波三折 画出的线条呢 沉着含蓄 利透纸背 第四个方法呢 就是漏风 那么漏风呢 则使点画的这个锋芒啊 显得外漏 而且还显得这个挺锈 近见 逆风用笔 那么逆风用笔呢 毛笔的那个笔管呢 向前又倾倒 行笔时呢 风间呢 逆势推进 使笔风散开 笔触中呢 产生非白 那么这种点线啊 具有苍劲生辣的笔区 顺风运笔 它呢 与这个逆风呢 刚好是相反 那么采用脱笔的运形 故画出的这个线条啊 轻快流畅 灵秀活泼 中国画的用墨 那么用墨呢 是第一点呢 是墨色的干湿和浓淡 二呢 是墨法 墨色分为 胶浓淡干湿 五种变化的层次 墨法呢 分为呢 积墨法 所以这种需要 我们要多久 我们要多久 再来说 再来说 我们要多久 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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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